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一株Latoria类型的石壶兰 现在呢有三个花苞 它的中文名字呢我不知道 这个呢是它的英文名 Dendrobium Hodgkinsonii 这个标签呢打错了多印了一个S 它是源于这个巴布新几内亚的一种原生石壶 这种石壶兰呢是我一直以来都想拥有的石壶兰 因为呢它的花色极为特别而且非常香 它的花期呢在冬天到早春 就是12月1月2月的样子 花期很长 这种呢它是绿色的花 深红色的脉络和斑点 一般呢每一个花之上呢通常会有两到七朵花 我这一棵呢它现在有三朵花 花形呢中等大概直径在六厘米左右 它的花鳄花瓣唇瓣都是卷曲扭转的 看起来非常特别 而且它的图案就是这些条纹呢和斑点呢 也非常的别致 再加上它的香味呢和长花期 是一种非常值得拥有的石壶兰 不过呢一般情况下很难找到 这是我找到的第一株这种Latoria类型的石壶兰 它属于中小型石壶兰 它的杆呢长得也非常有意思 它从下面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细 你看它的杆子的下面最下面呢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杆子 然后呢到了上面呢就变大 然后到了顶上呢又变细 是一个纺锤状 它的叶子呢不落长青的 我只是说它开花的时候不会落 当然最终老了以后呢还是会落的 只留下这样的一个纺锤状的杆子 它的生长习性呢在我看起来呢也非常好 因为它非常紧凑 观赏性比较高 它喜欢呢非常明亮的环境 甚至可以接受阳光的直射 对湿度呢要求不高 差不多50%左右就可以了 温度呢夏天的环境呢 不要超过27度以上 冬天呢不要低于14度 如果昼夜能有一个温差在4度左右呢 就更理想 在它的积极生长期呢 水肥要跟上 薄肥禽湿 在冬天呢 它喜欢偏干一点 现在呢有花 我还是愿意让它是保持 长期保持湿润 等它花落了以后呢 会给它稍微的干一点 等它的质料全部干透 再加水 肥料现在呢就完全停掉了 等到它有新芽的时候呢 事实上呢 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新芽 但是因为它有花苞呢 肥料就完全停掉了 相对其他的蝴蝶石壶呢 它喜欢偏干 通常的蝴蝶石壶呢 都希望是 永远都保持是湿润的 但是这个呢 希望是在天冷的时候 冬天的话呢 偏干一点 这就是这盆 Latoria 类型的石壶 Hodgkin Sonia 现在呢有花苞 晚些时候呢 请大家赏花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 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